你慢点 慢点 你爸不会追出来了吧 不会 他看完面子 肯定不会把脸丢到这儿的 他胖不动了 你怀孕了 我要当爸爸了 你想当爸爸呀 当然了 这帮儿科医生 每天跟小孩子打交道 多想能有一个自己的小孩啊 你以后一定会有的 你以后 我没怀孕 你没怀孕 你没怀孕 为什么说自己怀孕了 我不说我怀孕了 我爸能接受你啊 跟我回去 你干吗啊 回去跟你爸说清楚 我不去 就说你搞错了 不去 你必须得去 你看你爸气得那个样子 你以为我愿意啊 我到底为了谁啊 他都让我跟玉琪结婚了 我没办法了 好了 好了好了 没事了 我都祸出去了 我都祸出去了 你还骂我 我那不是因为 看你爸他难受吗 我也难受 对不起啊 老婆 我不该吼你 我错了好吗 你说我爸会不会晕过去 你说我爸会不会晕过去 应该没事的 余悉还在上面呢 如果有什么事 他会给咱们打电话的 好了 对不起啊 老婆 没事儿啊 没事儿啊 怎么了 睡不着 在想你爸爸的事 这家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爸爸的事吗 考大学的时候 我跟我爸狠狠地吵了一下 我跟他都是那种脾气特别倔的人 他说 你小子要是敢考医学院 那你就再也不要回家了 当天晚上我填完志愿表 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 但是我很难受 我每天都会想我爸爸 我想要回到他的身边 所以佳佳 我真的不希望你跟你爸爸 变成像我这样 特别是因为我变成这样 这样太痛苦了 这段时间由于儿科人手不足 仅将有两家医院 已经关闭了儿科夜诊 第一医院 只有一名医生还在坚持 听说住院部也已经撤了 这种形式下 无疑加大了我们儿科的工作量 我听说昨天前半夜 就接诊了二十五个患儿 对 基于这种情况 我想在我们的夜班 加一名医生值班 尤其是前半夜 最近还都聊 对啊 这小家属我考试这 我来吧 我没有家庭负担 这位家属 您说话声音可以不用这么大 我们这块呢 是住院部 医生下处方我们负责执行 这种收费的问题 不归我们管 您要是实在觉得 这个单子有问题 这样 您拿着单子呢 去那边 财务室 您去那儿看看 你们不管 你们不管谁管 不是 要是你们开的 这是你们打的 你们就得管 明白吗 但算不清楚 我跟你没完 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我不是说我们不管是 护士长 他 他说是单据有问题 叫给我吧 你是这管事了是吧 我是护士长 您这个单据 出了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账算得不清不楚呗 什么问题 您放心 我们医院呢 有明确的规章制度 每一项用药呢 都有详细的记录 您要是不放心呢 您可以自己核对一下 我不看 单子是你们开的 你们收多少钱就多少钱 看什么呀 您这是什么态度啊 您孩子入院的时候 是肺炎 感染得很严重 用药多了一点的确 您不相信我们 也不肯核对账单 这样的话 问题怎么解决 不好了 副院长 护士长被人打了 干吗就干吗去 这么多人打全架呀 把交集班做完 没那么严重 要我说就算了吧 那孩子的爷爷 刚才求过了 挺可怜的 没那么严重 挺可怜的 喂 儿科住院部 儿科住院部 我知道了 怎么说 财务处呢 说 婚儿家属核对完了账目 已经把余款都交上了 可以签字出院了 这个出院通知书 肯定不会签字 除非他来向我们道歉 不用了 我签字吧 大爷